因为陈宗燕的话题其实已经这个 沸沸扬扬还是沸沸伤伤 好几天了 今天监察院出手了 说要查这个陈宗燕 是不是有接受业者不当性招待 以及呢跟这个王校伟呀 这些是不是有行贿的罪嫌 而且呢台南地检署后续的侦办 作为有争议 涉及了司法公信以及政府形象 所以呢现在这个台南地检署 是自己申请自动调查的 所以现在就是监察院要来调查 那监察院调查大家觉得好像是 应该的嘛理所当然嘛 因为陈宗燕是政府的官员 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一下 监察院负责调查的人 负责调查的监委 呀这个就猫腻在中间了 来看看包括谁呢 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苏立琼 这个苏立琼呢 平常大概有一些小案子 他是不屑去查的啦 但是呢他查的都是什么呢 譬如说上3加11这个案子啦 当时呢苏立琼也是这个调查的监委 还有就是新北市中和那个2岁小朋友 恩恩这个被家属质疑 在整个送医过程当中有瑕疵 就是这个案子 苏立琼也有查 而且监察院呢也不是第一次出手救援的感觉了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就是陈宗燕的事情爆发 然后他请职下台之后 那个监察院就公布说 他们要纠正新北市政府啊 在这个虎暴溪的溪水暴涨造成6个人死亡 这件事情有疏失 好像就要搞快把这个新闻的焦点 把他推到新北市政府啊 是第一次的救援 但显然这个救援不是太成功 所以今天监察院再度出手救援了 说是要直接监察院来调查陈宗燕 感觉好像是政府大有为要调查陈宗燕 但是我刚刚提到这个苏立琼 苏立琼你知道吗 他可是监察院长陈菊的闺蜜 这个部分我们请奉兴姐 可能比较了解苏立琼一路以来 跟陈菊是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是相随的耶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苏立琼跳出来说要调查这个案件 这当中是不是有安排啊 监察院的文化 就我们一般人其实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先来看这三位调查的监察委员 其实理论上来讲 如果他们都是公正中立 不偏不倚的话 三个人的组合 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调查得很好 为什么你看 苏立琼他在行政部门 从台北市的社会局开始 一路的事务官这样出身 坦白说他对于整个的行政文化 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那林国明是法官出身的 所以他应该对法律非常的熟 王美玉 我跟他非常的熟 他是媒体人出身 其实他是这里面 我认为他最认真的一位监察委员 最认真的一位监察委员 而且他是从过去 他其实他从当初 这马英九提名他 然后他是少数会留任到现在 就是因为他的办案成绩太好了 实在没有人敢舍弃他 因为少数的案子 都是让他被他办到说 其实那个细腻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我才说 这个组合如果公正中立偏不已的话 理论上是可以办出东西来的 好 问题就出在说 监察院的文化并不是说 我的组合墙就可以办出好的成绩来 有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申请要去办这个案子 有的时候是刻意撤走来的 假如说今天只有王美玉 再加林国明的话 那我觉得 应该可以速审速成 也许有机会 因为真的想要查出一些 不管是司法体系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或行政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们有这个责任心 但是苏立琼 有的时候监察委 加进来的目的就是要稀释你 因为你三个人共同办案 然后到最后我说 这个东西你就是不可以写在报告上面 你就不敢写在报告上面 你就没有办法写上去 因为他必须是共事局 你怎么不能搬到台面上去吵架 你要知道监裁员有的时候 内部的吵架 我是 我们有看到一些过去的一些资料 那苏立琼的背景呢 我觉得他就是一路被 陈水扁提拔 然后这中间呢 有一度曾经因为 这个就是马英九接了台北市长 然后被冷冻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呢 他在这个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他就立刻可以跳到中央去 然后同时呢你看到说高雄市 也对他非常的好 所以高雄市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当这个2008年 马英九执政了之后 接下去他的路径就跑到了高雄市了 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我觉得他原本是事务官 也许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色彩 他比较像是之前的 这一个就是 这个陈水扁他重用的几个 李郡渊这些人有点类似 可是当陈水扁重用了你 然后呢你对他使心踏地 因为陈水扁用人有一点 就叫做不赐八卓 如果你按部就班 该升你就升你的话 你不会对他特别的感恩戴德 一定是我跳级重用你 你只有在我底下才会升官的时候 他们就会死心踏地 其实陈水扁用了很多这样子的人 舒立琼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后来到了陈菊的时候呢 就是不赐八卓 然后给他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然后接着蔡英文执政了之后 他又是劳动部的次长 又是卫福部的次长 对 所以为什么会讲 功能强大 对功能强大 就是你看 卫福部也能呆 然后劳动部也能呆 所以我们今天很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目的是来辅助 还是目的是来稀释 坦白说我不太敢抱以太高的期待 因为按照舒立琼他进了监察院之后的 几个调查的报告 对 没错 我们看起来呢 他都在努力的淡化行政院所淡化的角色 被大家所仇恨值很高的一些案件 是 我不敢说所有的监察委员 因为是蔡英文提名的 所以都是蔡英文的人 我不能够说百分之百这样讲 但是你要叫监察院因为委员们 人数非常的少 就我所知道 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说 你的态度 你的倾向 还有你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他们在运作的时候 很巧妙 第一就是一旦知道说 可能会中立调查的人 出来调查一个我觉得很敏感的案子 就会立刻有人申请共同调查 这是第一个稀释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等到调查案完成了之后 他们就会很刻意的在 邀请这个就是发通知函的时候 知道某些人在比如星期几 一定不能来 他们就很刻意的排那一天 然后让某一些人就不能够来参加 或者说他们会私底下 劝某一些相对中立的人 叫他们请他们不要来参加 让他们不管是 不想要成立的纠正案 不想要成立的弹劾案 通通不会成立 所以我觉得要期待说 什么司法部门或监察委员 我觉得期待政党人 其实真的快一点 直接 可这个案子 目前看起来 大概真的要2024以后 可能才会水落石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就是想办法遮遮掩掩 然后赶快找其他的话题 来把它就是带开风向 不要期待选前有结果 如果选前有结果 反而可能会就是掩饰的结果 就是他可能被误解了 结案的结案 真的又签结了这样子 好那其实这个所以呢 是不是因为监察院出手了 就是花妈出手了来帮忙了 所以昨天呢赖清德在出席一个 这个医院的场合的时候呢 大家问他这件事情 诶 陈春莞那案子 是不是有伤到你的时候呢 他就给了一个神秘的微笑 然后一语不发的就离开了 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对白 叫做 你们不知道吗 陈局已经帮我处理了 好 这个是设计对白了 但是呢这个 说到赖清德 因为总是要有人帮他 这个从后面解决 后面 后防啊 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 民进党应该是 定于一尊要选总统的一个人咯 所以像中评社就说 民进党的中常会22号 已经通过了初选办法 党内初选领表的时程 是在3月中旬 这形同呢是赖清德 对这个陈正佩 就陈建仁跟郑文灿搭配 选 参选呢的封杀 赖清德意思就是要告诉全党 如果你要挑战大家就是 鱼死网破 就是一起来一起死了 那当然啦 还有就是你看 游淑慧PO了一个照片 他说监察委员去视察 这个也好好笑你知道吗 监察委员视察大湖公园 其实就在内湖 要不要开放独木舟活动 这个需要监察委员去调查 去视察 这个小心笑了 这你们的市政 监委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说你看警察大阵仗喔 在现场 警察快要 就都比监委还要多了 所以呢这个 监察院委员出巡 被游淑慧 讥笑说很像大妈旅游团 一起去大湖公园来 洗洗洗 来走走啦 所以呢好 先问那个 小心喉咙休息一下 先问凯翔好了 助理主持人 这个你觉得 现在这个真的是 是花妈决定要出手 帮赖清德 稍微解决一下 这个陈宗妍的事情吗 以及呢这个监察院 通常我们希望 他出现的时候呢 不太出现 但出现的时候 一些场合都蛮瞎的 你怎么看这个 陈菊所领导的这个监察院 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性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应该分别回答 第一问题是说 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 我们制作单位 准备的这个提纲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一题 因为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我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 其实我们好像不太需要 去讨论监察院 到底如何来调查 这个案子 不管是不是花妈 要帮赖清德 解决这个 这个陈宗妍的问题 因为现在此时此刻 陈宗妍的问题 根本就不应该 就监察院并不重要啊 他应该着落在司法调查 我们不用管监察院 到底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调查这个案子 他最后对陈宗妍做出 不管是纠正弹劾 或什么 一点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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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要被带离风向 风向是什么 风向最重要是 要求司法单位 重启调查陈宗妍的司法案件 就是为什么当时 当时就明明监听的议文 就已经听到了 他跟这个酒店业者 然后疑似就有 淋嘎逼 这个不付钱的 这样子的状况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对他 另外这个分案调查 而且禁制牵截 对不起 我更正一下我说法 有要 检察官有申请要调查 但是隔年就直接牵截了 为什么 为什么 陈宗妍他自己也说 他一次都没有被约谈过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是一个 当场现任的政务官 他去买春是事实 疑似性超带这件事情 有没有对价关系这件事情 一次都没有约谈 就把他牵截了 这到底为什么 所以这跟监察院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就应该 对话记录里面讲到说 这个业者问陈宗妍说 某某这个 应该也是KTV 到底处理好了没有 陈宗妍跟他讲说搞定啦 金发局搞定啦 有这样子的对话在 有这样的对话在这么明确 难道是陈宗妍会 难道这是陈宗妍昨天 传的简讯吗 显然不是嘛 显然是当时事发的时候 检察官他们就已经查到了 这些事证 为什么明明就有这些事证 在两年之后 不止两年 在这个事隔数年之后 丢给这么多的这个立法委员 都可以掌握到这样的资讯 为什么当年检察官 明明看到这样子的资讯之后 还把他牵截了 一次都没有约谈过陈宗妍 所以各位不要被带离风向啦 不管花妈是不是要出手 帮赖清德解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检察官必须要重启调查 当年的这个怡云 陈宗妍到底买春几次啊 谁付的钱啊 没有付钱的话 对价关系是什么啊 当时没有调查的原因又是什么 有没有人在包庇啊 有没有人在避重就轻啊 有没有人在就是重放陈宗妍 这些才是重点 这些不是监察院的 监察院做出最重最重的陈储 都不及于司法调查 应该要给他们神之以法的 那样的刑事责任啊 所以各位不用去纠结监察院 监察院查或不查 查多久做什么陈储 那都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重点 而是现在这个难检 不是说高检也所以要重新去调查了吗 到底动了没 你怎么查 在这过程当中 早先比如说大家讲说 一度误传说这个签结的是 实任难检检察长费玲玲 他不是跳出来讲了吗 当时我签了啊 我签了检察官 检察官说要分案调查 继续查陈宗妍 里面是不是有设误这个贪污图例 那我说好啊好啊 那为什么他隔年被调任到高雄去之后 这个案子就另外立刻被签结 所以代表说检察官当时是觉得要查的啊 那只有查不到一年 你就说不查 没啦 OK啦 大家可以回家啦洗洗睡啦 签结的那总要跟我们一个交代吧 到目前为止包括法务部 包括当时高检署 给我们的都是一个官样文章啊 就说我们会查我们会查 当时没问题啦 那现在我们会在调查 我们要追的是这个 不是监察委员 那回过来讲监察委员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监察院是一个没有什么不值得一谈的 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那现在有个功能叫做带风向啊 对 不要忘记当年 当年花妈在2020年 那时候被提名当监察院长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呢 在野党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抗争 然后呢夜宿啊 然后呢又是强烈的抗争什么什么的 最后民进党给了其中一个说法叫什么 花妈当这个监察院长是为了废考肩啊 她来当这个监察院长是废考肩 那菲苏君有笑出来 想起来对不对 她当这个院长是为了废考肩啊 那时候我就已经听不懂 为什么当院长是废考肩 那两年过去了 快要第三年了 请问她有要废考肩吗 也没有啊 没有啊 就是一个养老院 就是一个浪费大家公堂 然后呢在那边就是 所以你看到现在大官出巡 去查说那个大湖公园 SUP可不会玩什么之类的 你要他们干嘛咧 他们就是一些像是一些什么 什么立委初选没上 像是那个前台南市立委叶宜金啊 然后角逐台南市长初选 然后这个民调只有0.67% 然后最后没办法 这个立委也没了 市长也没了之后 就请他去当监察委员啊 他就是民进党用来酬庸的一个书红道 然后也是一张遮羞布 也要帮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巧新 在3月10号的时候 也会上线上面对面 没错 我们大家非常期待 等一下你要跟老费为面对面吗 没有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跟谁 我不要交给制作单位 不是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设小铃铛了 真的假的 你马上先设 你设了之后再说好不好 对好 这个巧新是3月10号 3月10号 对3月10号 巧新会在我们线上面对面 至于跟他一起 他跟谁面对面 我现在先卖个关子 先不能报告大家 该不会是 你不要 好可以 恐怖情人 够了 谁啦 那个情字 你不要吓小铅 你不要他这会儿 太多谐音梗了 你不要害他推我通告好不好 你来助理主持人 不会我不会推你通告 不会好 谢谢巧新 不管你发谁我都不会推你通告 我先讲 好巧新 你刚刚看到这个大湖公园 你整个就笑出来了 真的 刚刚凯翔你讲说 现在监察院就是个养老院 没错 出门呢好像大妈 就是大妈们出去逛街一样 那现在我们期待这个 陈正月这件事情司法 因为你已经去暗铃了 对 那蔡清祥说要直求对决 你怎么看他的直求对决 这是要到2024年之后 才有办法分出胜负吗 我不晓得他是要直求对决什么 因为他应该是要去查案的人 那这个他就是一个公正客观的 这个裁判的形象 怎么会有所谓的直求对决呢 你这个直求对决的意思 感觉像是你有立场 所以呢你的立场 就是要跟陈婉慧不一样 那陈婉慧他做立委了吗 他就认为说你有这个重放的协议 然后你这个陈仲彦当时的贪污 你没有去查 那陈仲彦是有问题的 然后你这个法务部长 你这时候讲说我要跟你直求对决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已经先预设立场 说你们都没有了 那你现在这样子 你法务部再去说做调查报告 那谁会相信呢 就是你根本没有在一个公正客观的 这个天秤上面嘛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不相信法务部查 我认为法务部他就是 就是在现在这个风头上 他当然得说他要查 可是呢查个没两下 就会轻轻放下 这是我对法务部的疑虑 也是为什么我会去告发陈宗彦 跟检察官的原因 我跟大家说明 我告发的总会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陈宗彦 那陈宗彦的部分呢 是涉及贪污之罪条例 因为他的法律追诉 其实是有25年 那陈宗彦呢 他上一次他就只是被 牵截而已 所以他没有被处分 他没有起诉或是不起诉 再加上现在有很多 新的证据跟事实 比方说陈宛彦提出来的 那些LINE的截图记录 是属于他有没有涉嫌 有对价关系 有没有帮他们去瞧事情 那如果你今天瞧事情 然后你又有招记的行为 然后你又没付钱的话 这三个加在一起 就是贪污 所以你说陈宗彦 那是他花他自己的钱 那你今天你是帮人家敲事 然后你又请人家要请客 那这个时候加在一起贪污 贪污是重罪 追诉期25年 那当然应该要告发他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是关于这个检察官 当时有没有认真办案 就是检察官 他是不是因为在台南 他们跟市府的关系密切 非常的熟视 所以针对陈宗彦这个案子 他们本来想要查的 甚至我知道的情况是 陈宗彦他当时 这群酒店业者 妨碍封化的部分 已经被办完了 可是检察官这边 申请延长监听 申请延长监听的理由 白纸黑字 就是为了陈宗彦 因为他们说呢 已经掌握到陈宗彦 台南的这个国际新闻处长 有涉嫌呢 对下关系 然后呢 这个有接受性招待 帮酒店业者乔氏 所以因为希望办这个案子 所以要申请延长 包括欧哥跟豆哥 他们的这些监听的实处 那代表检察官 他是想办这个案子的 但为什么后来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被轻轻放下 所以这个部分是针对 当时的承办检察官等人 那一起进行告发 所以为什么要去告发 就是因为 凯强刚刚说的没有错 你在监察院怎么弄都没有用 他现在坦白讲 他也已经辞职了 你要监察他什么 你把他弹劾掉吗 你把他弹劾掉 那又怎样 他就已经没有这个官不做了 重点是他的司法责任 贪污制罪条例 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法律 他犯的贪污是属于重罪 公务人员 对公务人员犯贪污是重罪 所以如果今天 你真的有涉嫌贪污的话 我们不能说用监察的体系 什么贪劾什么 把你这算是轻轻放下 就算我们退一千万步 监察院真的查出什么东西来了 他能对他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嘛 就只是说让他有点难看而已 那他官都不当了 难看又怎样 到时候新闻热度也已经过了 那或许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可是你今天如果犯法 那是要坐牢的 你今天贪污那是要坐牢的 所以真正的刚凯强讲到 进到司法程序 这才是正道 但法务部他讲的 他只是说重启调查 他到底要怎么做 没有人知道 他说什么执求对决 我认为已经有立场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 检调司法系统里面 那今天我自己作为告发人 那其实实际上面 虽然说 比如说有些人说 那他不一定要 最后把起诉诉不起诉给你 但实际上通常都会给 尤其是他是社会关键的案子 关切的案子 像我之前告发林秉书 就算你不起诉他 你也要写一个理由 告诉我说你查了什么 对为什么不起诉 那大家可以公平说 检察官的调查 你觉得从社会观感的角度来说 你认为合理或不合理 像是当时我提一下这个旧案 林秉书的案子就非常有趣 当时我是以国安法去告发他 当时他不起诉的一个理由 是说他查无证据 他说这个新北检 新北检说查无证据 说他有伪装成公务人员 可是在另外一个 他施打特权疫苗被起诉的 这个案子里面 施打特权疫苗的案子里面 就发现什么呢 他是以他自己是国安人员的身份 去要特权疫苗 那这时候民众 就会质疑检察官的公信力 就会质疑说 为什么新北检 当时你会去查不到说 他有这个用 对你为什么会查不到 可是明明北检 他最后在调查另案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确实有 以国安人员的身份 去施打特权疫苗 这个时候民众 就会去公平 现在的检调系统 到底公不公正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我今天去告发了 可是他们也不信任检调 觉得检调 不会有什么样给好的结果 我相信我也认同 可是这不影响你作为一个公民 对于有涉及贪污的人 告发的义务跟权利 所以该告发的还是要告发 那最后你起诉或不起诉 这个处分书 我会公开给大家看 那民众就自己公平 觉得现在的检调 他到底是呢 有认真在办案 还是呢 他顶头上司 还是一样是我们的中央政府 所以他会有政治考量 那这个就交给民众来决定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陈宗燕这个案子 非常有趣的是 我们最近有两个 比较重大的政治新闻 一个是陈宗燕的案子 对 另外一个是缺带 可是你看到现在 所有的侧义网军 他们非常的奇怪 针对陈宗燕当时的案子 涉及到谁 赖清德嘛 那打脸的是谁 赖清德 男堪是赖清德 所以这所有的侧义网军 几乎是文统不动 就连来攻击我的人 都少的可怜 当时我也是蛮意外的 可是你知道吗 我本来 我那时候打电话 给陈宗燕那件事情的时候 我当然是做好心理准备 我PO在网路上 跟发给媒体 我有心理准备说 彻翼可能会来攻击我吗 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 他们一定会不爽的 但是呢 结果超乎你的想象 超乎我的想象 没几个人来 因为赖清德 没什么人要帮 可是缺带的事情 是民生问题 而且已经很明显缺带了 然后呢 他们还在缺带的 这个议题上面硬拗 然后要拗到说什么 没有缺带 这个都是认知作战 什么 你缺的不是带 你缺的是钱 为什么你不吃豆干 为什么你不吃毛豆 就讲到这个份上 就是完全是一个 吃肉鸣的一个表现 所以你就知道 陈宗彦这个案子 他不只是涉及说 他有没有贪污 他还涉及到 民进党内部 对于赖清德的看法 有没有定于一尊 那可能民党自己内部 他们也会透过这个议题 去操作 那让赖清德 可能在总统初选的过程当中 受到一些挑战 然后还有就是 巧新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这个他们的 我们的蔡清祥说 要直球对决 所以他现在大概 直球对决是 承办检察官 看他们两个 怎么直球对决 对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 等到巧新拿到 任何跟相关的 司法文件的时候 麻烦记得 来 这个大 这个大新闻大报告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再来呢 刚刚你提到赖清德 当然赖清德 现在是掌握了 党当中的一些资源 所以他可以去定 这个所谓的初选办法 但是真的就可以让英系 完全没有声音吗 其实大家还是要去回想一下 在2019年当时民进党 那个初选过程 叫做史上最长的初选 因为当时呢 这个蔡英文呢 就是要让他怎么样 不断的延长 一直那个民调是做到 对蔡英文有利的时候 蔡英文就说好吧 我们可以开始初选了 所以这个往事粒粒在目 从3月6号 当年的2019年3月6号 中常会通过总统 提名初选的 这个选务日程之后呢 好原定4月17号 就要完成提名程序 但是呢 这个蔡英文 为了要这个卡赖 他真的是把初选民调 最后搞到初途的时候 是6月13号 你看看差多久的一个时间 所以你赖清德 现在就算有党的一些资源 你还是 你确定你就 蔡英文就没有办法 处理你了吗 其实你还是要小心 我相信赖清德心中 这个最痛的一件事 大概就是这件事情了 那另外 因为这件事情呢 好这个 大家也质疑朱立伦 朱立伦也是 也就有点 坏坏啦 因为大家去问朱立伦说 你那个 你们自己党内初选的机制 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啊 对不对 包括你的大局条款 好像可能 这个跟小新有关的 就是要选立委的啦 或者是你的总统啊 你是不是拖太久了 朱立伦就说 大家回想一下 四年前 那个民进党提名的时间 然后延后了那么久 国民党不会拖也不会照进 让大家看到国民党 实实在在脚踏实地 多说一些好话 存一些好心 社会国家更和谐更团结 你看朱立伦趁机 又酸了一下这个民进党 是很聪明啦 很聪明啦 而且当时那个中常会开会的时候 我还记得就是 那时候搞直播嘛 对不对 直播就是民进党中常会直播 然后只有一个人 帮赖清德讲话 叫林俊宪 他的子弟兵 对他的子弟兵 然后可是每次赖清德 那个林俊宪一举手 好像网路就会断条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所以 凤一姐你怎么看 赖清德现在真的就 safe了吗 他自己已经把初权办法定出来了 但是掌握了党机器 他就决定了游戏规则 所以理论上来讲 他不太可能在游戏规则 这件事情上面输给英系 那他的问题不是出在游戏规则 这一次跟2019年不一样 2019年其实党机器也并不在 蔡英文手里头 可是他们就是有全盘的控制能力 所以才能够让游戏规则 一变再变一变再变一变再变 终于让赖清德的民调从高高的 然后到最后死亡交叉 然后就输给了蔡英文 所以那一次我当然 这个赖清德 寄取了那次的教训 所以你看他急着3月 然后就要赶快来初选 然后希望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我就确定了 我是民进党的候选人 但是现在赖清德的问题 不是在党机器 他的问题在行政部门 以及行政部门 后面所能够控制的权力 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行动 还有网军 对 还有网军 还有侧义 网军为什么不出来护陈忠彦 然后要去护弹 对 护弹搞不懂 你就可以看出来这里面的猫腻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陈忠彦的案子 当然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哇 他是一路跟随着赖清德 我一直认为他从内政部次长 然后去调到行政院光感发言人 因为他没有兼任何其他的职务 所以我那是降调 你要知道在内政部次长 可以管多少多少的事情 跟你只是管一个发言人士 就负责讲话而已 差距是非常大 而且这个发言人士是 老板要你说话你就说话 老板不要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那这里面很清楚的看到是冷冻 所以他作为一个赖清德的鲜明旗帜的人 出了这件事情 而是在台南出的事情 你要是说他完全没有跟赖清德有关 谁也不相信 我相信赖清德心里头有警觉 所以他急着要定于一尊 但问题是来了 你说之后再改掉赖清德这个候选人 可不可能 我觉得世界上 永远不要说 对 在民进党内也是 2019年的1月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蔡英文要竞选连任 对 那时候我所听到的 唯一一个认为 蔡英文一定会竞选连任到底的 我要告诉各位是苏琪 哦 大家想不到吧 对不对 等一下打电话去问他一下 我是讲真心话 因为2019年1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赖清德气势如虹 对 当时 那个 苏琪有一个私底下的一群的演讲 他当时就提到 她说她认为蔡英文会竞选连任到底 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 以民调来讲 那时候包括沈富雄都认为 蔡英文没机会了 只有苏琪说 以她的性格她会 她会跟你干到底 她会战到底 我现在来不及去问苏琪说 你现在怎么判断 等一下我们下节目问 好 那 所以她要出手 就绝对不是从党机器 而是要从其他的 你在 你想想看 现在我们看起来 台南还真的不是圣地 民主圣地 我觉得她比较像是清廉 圣下来的一块 很糟糕的 圣下地 圣下的地 对 所以到底会有哪一些问题 被揭露出来 我们现在不晓得 因为不管是 那个时候的卢渣 卢渣案其实 赖清德是躲不掉的 因为是从她 那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到陈宗燕的 这个案子 当然她跟光电案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光电 对 还没有光电案子 可是那一批后面的人 可能都跟她 那个时候的发迹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她自己 在当时培养了一批 现在看起来 吃香喝辣 但是从民众的角度来讲 是很难接受的一批人 那到底什么地方会爆开 我们其实不晓得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赖清德的问题 那当然 至于国民党的话 有国民党的问题 赖清德 其实自己心里也知道 那国民党的问题 那就来看看 这个是沈富雄 他的分析 他说 他是用一个动物园的概念 来分析这件事情 他说赖清德是花豹 侯友宜是老虎 那侯友宜跟赖清德 如果对干的话 谁也吃不了谁 因为豹跟老虎 本来其实就是双强 然后他觉得 柯文哲是 破狗 破猴 比较控制不了 那还有 他说郭台铭 已经变成病猫了 他不晓得自己是猫 他以为自己是一只老虎 那其实最妙的是 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 新闻 郭台铭刚刚 还po文说 称赞成吉重 很有作为 然后郭台铭说什么 这个是个什么 行动 行动政府 立刻就处理蛋的事情了 因为他们去进口了 澳洲的500万颗蛋嘛 所以我刚刚就 也有点疑惑 想说 郭台铭现在是觉得 自己在国民党没有机会 想要去参加民进党的出选了吗 来这个动物系列 凯翔你怎么看 怎么看这个 沈大老的分析 我对花豹跟老虎 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某种程度 我也是蛮赞同的 但是我 然后至于波猴跟这个病猫 这病猫 我对什么动物 这个斗兽期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 对沈大老的一些评论 我是比较有一些看法 比如说 沈大老觉得说 只要侯友宜 然后再次 再次确定被提名之后 他的民调会再上升 结果郭台铭 对不起 也许赖清德 不会再有什么变动了 但是呢 只要侯友宜定于一尊之后 他的民调会再往上冲 然后呢 柯文哲会进一步的被边缘化 这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恐怕还有待上去 因为恐怕等到侯友宜 现在此时此刻 当然最近几次的民调 看得出来 原本他其实是很高的 但是在最近一次 包括台湾民意基金会 包括像是这个 美岛电子报 都做说 侯友宜往下走 那确实 我觉得某种程度 应该是因为 会跟郭台铭表态有关 还是很多民众 对郭台铭是有期待 认为郭台铭 比侯友宜表现更好 更值得选这个总统 或是说打过BMP的这个 对于国民干爹 觉得欠他一张票 这样的情势 那所以如果郭台铭 确定不选之后 侯友宜会往上走 这件事情 我觉得 应该说现在往下跌 那会不会再往上 我觉得会往上 但是会上到什么程度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值得上去 因为毕竟 当他被提名之后 侯友宜马上会面临一些 新的问题 那究竟民众是对于说 可以接受你对于国家大政 包括能源政策 包括两岸问题 都采取这个好好做事情 这样的方式继续打上选战 又或者是说 当时大家只是看待 你是一个新北市长 所以对这些事情并不苛求 那得到选总统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必须拿出来被检验 这一点我觉得恐怕这个 我现在看不准啦 我就是觉得 郭友宜恐怕还有一些难关要过 不是那么容易 说只要被提名 他就会一路顺风顺水 红地毯直扑总统府 没这种事情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点 那至于讲到郭台铭董事长 最近称赞成吉重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技术面的问题 就是郭台铭董事长在棋手市 然后宣布参选之后 一度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 想说这次这个事隔四年 然后看起来似乎要卷土重来 可是他的棋手市 现在如今被大家评价的 这个表现是有点 很烂的棋手市 对有点并不如预期 所以他的名料也看得出来 就是开高 马上很快的就走跌 就跌停板 那走跌之后呢 那在技术面上面 他必须要 他必须要做一些止跌 或是必须要找一些 找一个 就是要触底之后 找一个反弹的机会 我常常跟他讲 就是大家都不要忘记 你说爱的反面是什么 爱的反面不是恨 爱的反面是被边缘化 就大家不在care你 所以我觉得 是不在乎 对为什么会认为说 我觉得郭台北董事长 必须要赶快找一些话题 来止住 止住 他因为如果继续 照这个走势的话 大家其实也不会讨厌你 然后大家也不 大家只是变得不讨论你了 大家也不会讨厌你 不讨厌你 那你就会变得不见了 走上这个梦梦水 屋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 舒坪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增强差能力 还有德国养生气 屋根脂崛脱物 可以舒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与今天还有日本人